沒有頭等專車搏腳上機 強國客賴死嵐滴左起飛 天氣問題Delay 強國客就 不滿意Delay的賠償 就騰臂擋居 今次沒有天雨 沒有Delay 這麼都辣熟了 上個星期四晚 河北航空一班由廣西南寧 經重慶飛石家中的合機 早了到重慶 眷定晚上10時10分再起飛 誰知 我們坐頭等的 當然要坐專車接上機 對不住 我們沒有專車 不如坐接駁巴士吧 他們死都不肯坐接駁巴士 搞到過了起飛時間 機器都飛不到 機師最後決定 射了那五個人的行李 不等他們 等我抱著拖飛機的車子 看看你如何推出跑道 結果要叫公安來 擾讓一小時後把他們帶走 搞到機器遲了一個多小時 才起飛 而河北航空為了識線靈人 幫頭等客人付機票錢 安排他們坐另一班機走 有乘客在微博直播整個鬧劇 真是遇到極品 那